今天在这边发现一条 差不多有个六七两的大货 像这种扇鱼的话 就是钓起来有一点难度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侧着来吃的 不像有的扇鱼是直接攻击 因为它的水面跟石头的角度不是很好 大家看一下这波操作 然后这波操作 中钩以后 老虾为什么采用的是补钩的一种模式 因为我预计的话 这条扇鱼可能会勾偏 因为它的刺口有点偏 所以说我又用了一个硬钩 将它挂到下额 挂到下额 挂到下额以后 就是成功的将它拿下 大家看到没有 直接挂到它的下额 挂到以后 那钩可能把下额勾破了以后 直接把它挂到以后 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跑货 感谢兄弟们 对视频的点赞和留言 好吗 下面这个线钩给大家依旧是福利 买一 发三 感谢各位老铁 感谢大家 看一下我们双钩已经补到位以后 粉丝派一发三包邮 上下额全部中以后 它跑不脱了 好 慢慢的将它拉出来 不要太用力 因为太用力 扇鱼的拉力是非常强 不像有的不懂的人 他说了没什么力气 他扇鱼的力气可能要比鱼大得多 好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评论和留言 感谢